感恩大慈大悲观心菩萨,感恩卢台长 谢谢 我想问一下,我是七三年属牛的 我的身体情况 哎哟,你身体不好啊 对啊,我身体一直 很不好啊,你别看你啊 外表干干净净啊 你里边一塌糊涂啊 你听得懂吗 是的,我身体 我可以告诉你 我先讲一个小的给你听听好吧 你连牙齿都经常出毛病啊 对,对 我要是从上帮你看到下的话 要看很长时间 我就讲你几个地方 第一,你的心脏比较微弱 没有力量 整天想睡觉 人很累 是的 我的身体从小就不太好 我可以告诉你 而且你生出来的时候很麻烦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有一点难产的 对 看见了吗 台长在告诉你 你要当心你的腰啊 腰椎这个地方啊 骨头啊 对 全部正的 对,我的腰很不好 小姑娘 你这样好吧 你上辈子签了不少东西 这辈子你一定会还的 所以你身体让你一辈子会不好 我觉得你应该赶快念大悲咒 大悲咒是能够增加你的阳气的 我的功课要怎么做 你最好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悲咒 因为你现在小 在你四十几岁的时候 明白吧 你四十九岁的时候 你要当心一个很大的官 这个官如果过不去可能会出事情了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台长跟你讲话 很多人就是因为台长跟他讲了 他当心了念经了 他这个官结果还是出来了 但是转危为安 我希望你也是这样 好的 谢谢台长 还有小脑筋少动 气量大一点 额头这么亮 气量这么小 明白了吗 那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你先念三十二张 然后再七张七张一波一波的念 好吗 还有自己要保暖 明白吗 因为你的官结都有问题的 你不要保暖的 你的官结都会痛的以后 是 是不太好 听得懂了吗 但我妇科方面也不太好 一直都没有孩子 你几几年呢 七三年属牛的 你老公呢 七二年属属的 都是女方的毛病 你也是女方的毛病 对 是我的问题 你的子宫内膜壁啊 完全是扭曲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出不来 你就是以后有孩子也要破产的 应该你过去有过怀孕了 对 有过 我可以跟你讲 你现在可能孩子没有了 你能不能够 你能不能你要拼命要的话 没有没有 我没有拼命要 随缘吧 随缘吧 对 我觉得你先生想得开吗 对 想得很开 想得很开 你讲话 稍微声音不要发颤就好了 想得很开 紧张得不得了 我告诉你 没有什么牵挂的 没有孩子就是没有再组织 不欠谁也不该谁的 有什么关系了 对啊 对啊 生出来很多都是讨在鬼 我本来就已经想通了 想通吧 对 好不好 好好念经学行 修行 随缘 有了 那是你自己得来的 如果你求来的一定是讨在鬼 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 好了 师父帮我看一下家里的佛台好不好 家里佛台是吧 你家里还蛮漂亮的 很干净 谢谢 还可以 谢谢师父 帮我看一下 进门到底偏左的地方特别亮 进门到底偏左 左的地方特别亮 好 谢谢 你以后可以把佛台往那边移 明白吧 明白 不过你家里有灵性 有灵性 有一个女的 中年妇女 要多少张小房子 我看你先给她念21张就够了 好吗 好 好的 为什么有点像你啊 一个年纪大的 女的 老太太 老妈妈 会不会是你外婆啊 奶奶啊 奶奶可能是 跟你很像啊 跟我很像 那应该是奶奶 嗯 好了 没什么大问题的 我看你的 我看你的佛台 位置高了一点点 哦 对 是有点高 我自己也觉得 因为你这样拜的时候 菩萨在这上面 对 看见了吗 对 很厉害 而且我看你家很远 根本不在高雄 对 在上海 看见了吗 好了 帮我看一个王仁 我的爸爸 他叫张新元 工厂张 然后三个金子的金 新元宝的元 张新元是吧 对的 哎 今天是好日子啊 又一个上天了 谢谢 谢谢 哎呀 在哪里 在天道 哦 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他爸爸过去不修的 所以能够到天道 蛮好的 像我们如果以后 有修的 我们天道都不去 要跳出六道轮回 我们只有一个地方 就一定要回到 观世音菩萨 母亲的怀抱 我们 好 声 tacos 踊 Ganz 声